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威尼斯广场右边的纪念碑中央高台上 树立着埃玛努埃尔二世骑马的镀金大同像 埃玛努埃尔是重新领导人民赶走外国占领者 同意意大利的国王 这座纪念碑被意大利人称为中国祭坛 在台伯格西岸的加尼克洛里上 树立着率军解放罗马的意大利民族英雄 加尼波蒂的纪念碑 罗马市铺权众多 千丝百开 最著名的特雷维铺权 建于公元762年 铺权中央的海神像中 两座海马雕塑代表平静的海洋和汹涌的海洋 四座神女像代表春夏秋冬四季 罗马城建筑异地式成放色形状发展 罗马艺术的最高成就体现在无数的公共建筑上 他们修筑了规模浩大的道路 水稻桥梁 广场公共浴池等设施 最早的罗马建筑艺术来源于希腊 但由于罗马人更注重实用和现实生活的享乐 在希腊主要为神庙增色的技术 很快用于为人服务的大型公共建筑 宏伟的竞技场 公共浴池 广场隧道 在城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罗马人爱好奢华 经常在典型的希腊造型基础上加以改造 比如在多利克市柱的柱底再加一个柱基 把埃奥尼亚式柱头上的卷窝造型 加在克林斯柱头上得到复格式柱头 并建筑形式更为繁复华丽 在罗马帝国强盛的时代 建筑中开始更多地体现出 罗马民族的个性和特点 如骨门与拱顶的大量使用 在建筑纸上写下新的一章 我是财君 我陪你一起旅行在远方